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28日 好啊 神奇神奇 不知道你認不認同 小紅書介紹香港五大最差的地區 深水埗排第二 第一名 簡直是有港版袈裟地帶之稱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了 反過來 如果是港版袈裟地帶 反而香港人可能很想去 原因何在 你小紅書介紹了袈裟地帶 去到可能沒有內地人 值得一聽 話說 內地社交平台小紅書熱傳一則票選香港五大居住環境最差地區 你不明白的 他們住過嗎 可能住過的 你怎知道 ARBNB都不用 記住自己香港親戚 選出了 最差的五個地區 當中很神奇 傳統的富人區 港島中半山區 還有觀塘的安達神區都有上榜 很多人就不明白中半山的豪宅地帶來的 竟然都上榜 可能因為交通不便 內地人不喜歡 而出了名的美食沙漠哪裡呢 原來是馬鞍山 竟然沒有上榜的 原因是 內地人都不是來吃東西的 所以你哪裏有東西吃 哪裏沒有東西吃 對他們來說又不大分別了 是吧 兩餐飯 到處都差不多了 馬鞍山也是兩餐飯的 好了 先講第五位 就是港島的中半山區 原因是經常塞車 只有一條路而已 附近沒有食事的說 班人又炸車出去吃 而出帖的該名人士 小熊人 他都覺得猜疑的 因為中半山一生都是身份象徵來的 但是似乎沒有想像中那麼舒適 交通不便 經常塞車 還有 這個大家要聽 半夜回家的時候遇到乳豬 啊不是 是野豬 乳豬又切好給你的了 星期六 召車要等很久 要不斷加錢 去銅鑼灣都要加50元的 那好合理呀 打的 你要是就自己養車了 你計過啦 香港養車的成本 行行地 走不甩 百萬能啦 是吧 那你除了365日的話 如果你日日用 每日都給200元 去過銅鑼灣加50元 你就當養車啦 你不是日日去銅鑼灣的話 但是如果你日日出街 那可能你又住得偏 半山啊 離島啊 離島你有車都沒用啊 就是鄉村地帶啦 新界那些啦 那有輛車似乎是最划算的 第四位是北區 北區上榜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距離市中心太遠了 你很難可以去到九龍各樣 accessible 開車又會塞車啦 枝枝山隧道那些 是吧 而北區那裡啊 就只有幾個小商場的而已 其他那些都是街邊店 還有就是 日常生活裡面有大量的內地人 覺得脫離了香港生活啦 以前內地 周圍都是內地人的啦 已經來到香港呢 就想見到一些比較上 紳士一點的嘛 不會到處去餓屎的嘛 誰知道來到 旁邊那些人又餓屎的呢 就是原來又內地出品的 這樣咯 好 第三位是觀塘的安達神區啊 上榜的原因啦 交通配套不完善 而安達神道呢 就是觀塘區和西貢區的分界線 在山腰道的 地理位置非常不便地說 安達神道不是那個新樓盤 啟德那頭啊 是吧 經常出工業意外那裏呢 我記得就是這個名啦 精進啊那些呢 而安達神區啦 你去觀塘市中心啊 都要塞半個小時喔 還有20層樓的地獄式超長垂直電梯 這裏就是我最不熟悉的了 安達神區 好了 第二位是深水寶區啊 那這個不用說了 大家都可能熟悉 就是品流複雜 雖然交通方便 但很多人眼中 這個都是赤坪地帶 好有趣啊 富貴的地帶 啊 又最差 貧困的地帶又最差啦 可能中中間間好些啦 而第一位 就是這個日出看城喔 竟然 港版袈裟地帶喔 原因何在呢 第一 人多擠迫啊 醒哥的樓盤啊 第二 沒有特色的商店 第三 有臭味 所以 列封為這個港版袈裟地帶的 樓主引述網民的表示啦 將軍澳人太多 好像大型監倉 平時上班好累的啦 搬家 還要同人逼 振市鎮啊 而附近呢 大同小異的那些商鋪 沒有什麼特色商店和食事 你想怎樣啊 你當遊客區啊 將軍澳從來都不是遊客區來的喔 就是赤柱那些遊客區啊 不過要說特色食事 通常都是銅鑼灣啊 尖沙咀啊 旺角啊 那些的啦 是吧 要多款食物 再遠一點就去到沙田 其他地方啦 無論西邊也好 東邊也好啊 都是那頂的東西啦 連鎖快餐店啊嘛 另外這裡啦 日速看城呢 最差堆住地帶啊嘛 天氣潮濕 無法根治 牆身地板容易發霧 感覺非常不舒適的 那你住近海就一定的啦 就算不近海 好像半山那些呢 由於去蒸了那些樹木各樣的濕氣上去 也是很潮濕的 香港一向都潮濕的啦 最重要 啊 要梅不是梅啪啪 是無敵海景 你要無敵海景的時候 就要接受潮濕這件事的啦 於是乎每天要開抽濕機啦 好啦 和大家一齊看下這個安達神區那頭 集中在這裏的 啊 我都未見過這些 那九龍就這頭啦 他都去到東邊的啦 剛剛好呢 啊 又 將軍澳又未到啦 是不是 將軍澳未到的 安達神區 將軍澳在哪啊 嗯 縮小小小先 好啦 那這裏是東九龍那邊啦 安達神區在這裏 呃 那就走去郵堂 跟著將軍澳這裏 這樣 即是這裏 零零射射啦 那然後呢 他就衣山而見 嘩 這裏數目瓶啊 哈哈 數目瓶 跟著拉上去 那就是安達神道這些啦 那他在山上建的 他是不是想整個叫做東九龍的半山 那樣啊 那我們安達神道地盤在這裏啦 啊 所以我們擺那隻公仔下來這裏看看啦 大概是這些位的 有個回旋處 那裏就有些地盤這樣 這裏就安達神區 建的那些樓啊 各樣的住在這裏 然後呢 放大小小 他這裏就是出張軍澳的 會有個回旋處出張軍澳 就是這樣走過去 又或者你想去觀塘牛頭國那些呢 那走另一邊 數目瓶啊 經 那跟著就走過去那裏 山上再山頂啊 這個是九龍的半山區啦 可以說 是不是 可惜啦 即是香港有半山區 九龍都有半山區 你的半山區呢 就不是幾討好 人家就封你做第四最差 這樣咯 又是咯 左邊又難去 右邊又難去 九龍灣啟德那頭啊 都沒有什麼其他東西走啊 那所以你要真的出到很遠去旺角啊 跟著去張軍澳的話 有人多擠迫 而且是港版袈沙地帶 即是你最近袈沙地帶你都衰的啦 是不是這樣咯 那他講的就是啊 日出看城我記得的只是拆主力場的而已 還有有垃圾味 其他東西我就不記得 如果你住這個日出看城的其實不要緊的 關上槍啊各樣 那有空氣清新機可能一樣啦 我不知道的啊 那那些沒什麼所謂啦 那這樣咯 咦 還有一座山咯 胡桃牆啊 啊 有郊野公園的這裡是吧 這裡有一條勁 有個叫大牛湖啊 那跟著你 下去一點點的時候就會去到這些 呃 什麼鬼來的 我想 上學他要遲下呢 洞間學校在這裡咯 不是上學才翻屁你啊 真的啊 就是這樣講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到 我